首相岸田文雄大意滅青 宣布开除首相秘书官 就是他自己的长子岸田翔太郎 因为近日岸田翔太郎遭到爆料 去年底竟然在首相官邸 开尾牙派对宴请亲戚 一行人玩嗨了 跑到只有接待外宾 才未开放的区域嬉闹 还在红毯区模仿内阁大合照 脱续行径曝光之后 日本政坛骂声一片 不仅在业党大作文章 连自民党自家人也挺不下去 今年32岁的岸田翔太郎 青衣大学毕业 又在三井物产工作过 学经历亮眼 去年10月被岸田破格 拔着担任秘书官 当时就被批评是靠霸一族 今年1月随岸田出访英国的时候 还惹出搭公物车 观光购物 公器私用的争议 加上派对门脱续行径不断 岸田本想网开一面 只有严厉生斥他 无奈挡不住外界指责 岸田自己的民调暴跌 9个百分点 本来有意提早解散国会 连任布局被彻底打乱 只好吵儿子鱿鱼 替这场突叙风波止血 TV陈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